自拍美少女 自拍美少女 你們還記得我們上一次教的自拍美少女的技巧嗎 那接下來我們要教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關鍵 你在網路無名美少女 你一定會看到的一個重點就是 瞳孔放大片 那放大片呢其實它一般有分兩種 就是一種是長袋型的像這種 那它有出的效果就比較強 像它這種的效果 其實它有最黑最黑的那種娃娃眼的效果 你戴上去其實你是看不到你本身的瞳孔的 可是它的放大效果最強 而且它的顏色最黑 所以你戴上去以後你在自拍照的時候 它的效果非常非常好 只是它是長袋 所以其實你自己在保養上也要比較注意 那它的舒適度就可能沒有那麼高 那另外一種的話是像我們這種拋棄式的 現在很熱門的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顏色其實是比較淡的 它的外圈的染色部分 所以它戴上去的效果其實沒有那麼的強烈 不過這個就比較自然 而且它的舒適度很高 那相對來講 因為它是拋棄式它的價格也比較高 不過在舒適度等等的考量上的話呢 而且購買性又方便 其實你也是可以使用拋棄式的放大片 那今天我們為了要展現最強的效果 所以我們一定是使用娃娃放大片啦 那你在把隱形眼鏡取出的時候呢 你自己要小心一點不要把鏡片弄破 然後手一定要保持乾淨的狀態 放的時候你的眼睛要把它撐好 然後我們把它戴好以後 因為你已經有彩妝 所以你記得你可能就是稍微用衛生紙 把你的眼淚吸一下 避免它影響到我們彩妝的效果 好 這樣就完成了我們的放大片 好 現在我已經戴上 我覺得大家應該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 就是左眼有戴 因為這效果是非常明顯的 你可以看到眼睛變得很大 然後非常的有神 因為它黑色的部分的話 它會讓你的白眼球更明顯 所以就會顯得你的眼球很黑白分明 而且會有種像小狗狗的那種很無辜的效果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你的眼睛現在變得又大又亮 那我們現在就把另外一隻眼睛也一起戴上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它完成以後的效果囉 那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呢 現在眼睛的效果變得很亮很亮 那這也是很多像日本藝人啊 韓國藝人他們也都會使用的小技巧 所以你可以看到眼睛變得就是可以很無辜很亮 所以這是在自拍照的時候 一定要遵守的重點 你只要有了這一招你就會贏了